本身的橄欖油 它是有一個幫那個蒜油 是有加進去溶液變成蒜油 再加上蒜片 然後雲醃的味道會幫助大椒 配一個芹蝦條 然後最後是有那個蝦膏 有幾個頭的蝦膏 然後擠出來跟油融入在一起 然後最後讓它有那個味道很像 那這個建議的話呢 因為它是比較喜歡的做法 但是油一定都是合作的 所以它的麵包是可以沾橄欖油 當然有的是好油 它不會猶豫的 所以吃起來會蠻順頭的 它有點滴辣辣的味道 它有一個原因就是 這個蝦子我們煎一會兒 快點把那個蝦膏 撮起來 它的食物比較微老 因為很多東西會比較壞 因為它因為高溫都會這樣 所以我們就這一些吃蝦膏 然後麵包之後再加 或是大便 然後下個蝦膏 它是非常經典的一個西班牙包 對 剛剛來到海上的時候 我們就下一個場上 沒有人用法 還有陸地上有香